我的天呐,没想到这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求妖儿居然怀上了我们浪爷的孩子 相信此刻远在玄武伯爵府的木兰宝贝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头顶上那一片青青草原了吧 就在刚才,沈浪率领2000精锐包围了求妖儿所镇守的主城堡 此时的两人已抛开了之前的所有情义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只见沈浪一声令下身后士兵直接推上来了几台投石机 而求妖儿则是站在城墙之上冷冷地看着墙外敌军 眼神中根本毫无聚色 沈浪见此也很是敬佩求妖儿的胆识 只可惜她是求天威的女儿是金氏家族的敌人所以她必须死 想到这里沈浪也不再犹豫直接下令就要投石 突然城墙上徐千千大喊着猛地冲了出来挡在了求妖儿面前 沈浪你不能杀她,求妖儿怀孕了,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此话一出沈浪彻底傻眼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徐千千她刚才说的是什么 望牙岛附近近海伯唐伦的船正在逐渐靠近 此时的她看着眼前这座不起眼的小岛内心却兴奋不已 在她看来岛上的经脉哪怕分出十分之一也能让她唐家彻底崛起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响亮的船笛声 放眼望去只见几艘海盗战船正在向他们靠近 在表明了身份后几名负责海面戒备的海盗上了唐伦的大船并向唐九行了贵族之礼 而眼前这位眼神傲慢目中无人的男人名叫唐九自然就是唐伦的第九子 此时只见她鄙视的看了几人一眼而后掏出几枚金币丢在甲板上 海盗们见状如同恶狗见了骨头般快速地将金币抢到了手里 其中一个海盗竟还厚着脸皮向唐九讨要酒喝 唐九看着这群如同乞丐一样的海盗内心一阵鄙夷 但毕竟双方还有合作也还是命人给他们拿了几桶好酒 就在海盗们搬酒时唐伦走了出来 几个海盗赶忙下跪拜见 唐伦见他们如此懂事地给自己行大领内心大跃当即又让人丢给了他们一袋金币 随后坐下便开始询问岛上情况 无奈这些海盗只是被裘天威留守在此寻防看守的 对岛上情况一无所知 只知道前几日岛上厮杀声一片但从昨日起就没了战斗声音了 说不定战斗已结束他们在分金子了 说完还给唐伦指了指导上裘天威扎债的方向 唐伦听后拿起观望镜顺着手指方向观察了半天 才看到裘天威驻扎在金氏矿坑旁的迎战 放下观望镜唐伦便迫不及待地命人安排登岛 这是其中一个海盗讨好的向唐伦提议想让他们跟随一起登岛 唐伦当然明白海盗们想去分金子的心思自然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下来 很快唐伦便带领着两百户位登陆上导浩浩荡荡荡地朝着矿坑方向走去 走在宽阔平斩的路上唐伦的第七子唐妻在一旁讥讽道 没想到这今是别的本事没有修路到是一把好手 竟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修得如此平整 唐伦听后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看着几个儿子说道 修得再好如今也归我们唐家所有了 他选武博之所以没落到如此下场 就只能怪他们家族不够人丁兴旺代代相传就只娶一妻 那么大的家族硬生生沦落到只留下了一个傻子金木聪真是可笑啊 这是唐九在背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父亲听说您要将十三妹嫁给金木聪吗 可是他是叔叔死后寄养在我们家的呀 还不等他说完唐伦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吗 唐九稍稍犹豫后才告诉唐伦自己已经把他这个妹妹给睡了 怎知唐伦听后大喜 睡 继续睡 最好再嫁给金木聪后能再免费送他一个儿子更好 本还在担心父亲会生气的唐九听到此话顿时兴奋不已 当即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给金家造出一个大胖小子的 说话间唐伦也带领军队来到了矿坑边求天威的营寨处 眼见密密麻麻的营寨却空无一人 唐伦便开始呼喊求天威 喊了半天无人应声他以为求天威是在矿下没听到 便一边喊一边朝着矿坑走去 怎料他当走到营寨中央突然两侧帐篷内早已埋伏多时的金氏士兵一拥而上冲了出来 仅一个呼吸的功夫便将唐伦及他的两百侍卫团团包围了起来 见此一幕唐伦傻脸了 在求是军营内被金家士兵突袭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可那是求是杀人如麻的三万海盗大军呢 还有自己的儿子唐纵和三千四军都去哪里了 难道都被金卓解决掉了 不 不可能 一定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想着想着唐伦眼前一黑亮腔的向后倒了过去 这时玄武伯走了出来漫不经心的打着招呼 近海伯好久不见别来无恙了 看到金卓的瞬间唐伦吓傻了 他不是应该死了吗 为什么还往好地站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玄武伯见唐伦如此反应道也不意外 唐兄的到来还真是意外之喜啊 看来接下来的两件大麻烦都可以解决了 唐伦这时才反应过来嘶吼着问道 金卓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 求天威在哪 那三万大军都在哪里 玄武伯倒也不急不躁地让士兵们让出了一条通道 唐兄别急 你儿子和求天威他们都在下面挑着呢 你不妨自己去瞧瞧吧 不过 玄武伯收起笑脸冷声继续道 你要是来为他们收尸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 现在他们都已经上洞了 你大概要等到夏天才会化动